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见如故 非常投缘 他们决定呢 一起排练长板坡 那他们二人的合作怎么样呢 有成效吗 当然有成果呀 由于他们两个人呢 配合非常的默契 很快呢 就排出了长板坡 排戏期间 杨小楼更是感叹 这个上小云的功底非常的扎实 他对上小云说 我的德心应手的搭档呢 只有钱金福 范宝廷 池月廷 许德义几个人 今天与你合作呀 我感到你的功力呢 不在上述诸人之下 等我们排好长板坡 湘江会之后呢 过长江 去上海 真是很难得啊 两人一拍即合 是啊 真是难得的搭档 17岁的上小云呢 在这个期间呢 又分别拜陆金贵 张芷权为师 学习昆曲和轻衣 像海绵吸水一样啊 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前辈们的经验 1917年 杨小楼 谭派第一人 谭小培 上小云 循惠生等一行人来到上海演出 他们那个时候被京剧界期称为 三小一白 下江南 他们在上海的演出是大获成功 一连演出了70多场 杨小楼 上小云合演的长板坡 和湘江会是最受欢迎的 哇 这么火爆 他们可以在上海继续演了吧 没有 演出结束之后呢 他们回到了北平 杨小楼啊 精心地传授给上小云 杨派的这个五声绝活 这个上小云呢 把杨派的这个精华呢 融入到自己的淡绝戏里面 所以呢 就是他表演的这个淡绝啊 妩媚多姿中 又不失杨刚之美 很有特色 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五百家正在为您讲述 金剧大师尚小云的故事 他都演了些什么样的角色啊 尚小云呢 最擅长演绎的是 发爽英姿的金国英雄 他的表演呢 是柔中带刚 文系舞唱 自正腔圆 讲究身段 身法 而且扮相呢 又十分的俊美 能给人一种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享受啊 哦 这样啊 嗯 在1918年5月 18岁的尚小云呢 在北平的顺天时报 评选京剧新秀中 再一次被评选为同龄大王 18岁啊 也是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个年纪呢 尚小云呢 娶了京剧著名静爵 李寿生的女儿 李淑青为妻 什么是静爵啊 这个静爵呢 就是花脸啊 哦 他的妻子李淑青啊 比他大两岁 两人婚后呢 育有一子一女 女儿尚秀琴 儿子尚长春 第二年呢 19岁的尚小云 应上海天蝉舞台老板的邀请 知深赋约与王妖青 杨瑞婷 马连良 朱素云等这些名角 一起同台演出 乾坤福寿镜 这个剧目呢 是早年尚小云跟王妖青学的剧目 也是尚小云自己特别喜爱的一出戏 这个剧目呢 原本是清末四喜班的珍藏秘本 王妖青呢 传授给了尚小云 尚小云又重新删凡就简 更新了这个版本 其中呢 《狮子经风》 是剧中最精彩的一辙 《狮子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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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经》 《狮子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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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经风》